你找谁 嫂子 你不认识我了 小宁 人世间已经临近尾声 看过原著的网友 从一开始就知道 孙小宁是个妥妥的悲剧角色 差六分没能考上大学 从此变成眼高手低的代艺青年 欢鲜亮丽的职业嫌弃她学历低 工厂女工她又看不上 此时的周炳坤解决了孙小宁的难题 书店的工作非常适合她 她甚至因此崇拜炳坤 凌智炳坤有家事 还想要嫁给她跟她过一辈子 说白了就是知三当三 可见此女子三观不正 郑娟亲眼看到她故意接近炳坤 郑娟自然是伤心的 但她处理得非常妥当 只是郑娟她双操劳变形的手 就能让孙小宁自己退却 孙小宁挖墙脚没指望 就很兴趣深圳闯荡了 孙小宁再次回来的时候 已经俨然变成小户国 给父母哥哥都准备了大红包 可不久她就失联了 赶超四处的新妹妹 后来才知道她傍上了大款 干人家当情部被原配发现 似乎被打得很惨 突然有一天 孙小宁回到集春 给父母留下一书 毫无留恋的跳进冰冷的松花江 一书中说她染病无言活下去 让父母就当没她这个闺女 不要为她伤心流泪 孙小宁的堕落确实令人唏嘘